本田在8月份的销量突然提高了很多 7月份他们的销量还不到9万辆 但是8月份却一举突破了10万辆 我不禁想问到底是谁还在买本田 那么这些人又买了本田的哪一些车型呢 首先第一名是思域 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思域 8月份的销量26294辆 据说8月份本田思域有一个非常大的优惠 这是不是销量提升的主要原因呢 第二名CRV 这是本田的又一款圈头产品 在国内长期以来都是非常热卖的 8月份销量16911辆 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仅仅也就这两款车型超过了1万辆的单月销量 接下来的这些车型销量都在1万辆以下 第三名行格 8月份销量9851辆 第四名浩尹 8月份销量9412辆 这里我想问一下 大家觉得CRV更好看呢 还是浩尹更好看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CRV更好看 更符合我个人的审美 第五名XRV 本田的小型SUV 以前是常常的排在小型SUV销量排行榜的前列 那么现在呢 也掉下来了 8月份销量6992辆 那么它的姐妹款宾志 在8月份卖了多少呢 在8月份排在本田这个车型销量的第十名 只卖了2856辆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有没有人告诉我 如果你在XRV和宾志之间来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第六名雅阁 名鼎大名的雅阁 但是这一代的雅阁 它的前列设计可以说是 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唾弃 至少它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想一想一款中型的轿车 它的前列看起来是多么的雅致精致 小巧 8月份销量6915辆 雅阁你再不改款的话 再不改你这个前列设计的话 在中国可能就混不下去了 第七名飞度 8月份销量4346辆 曾经的小行车王者 但是现在的飞度 在国内的新能源小行车面前 几乎是完全没有抵抗力 别的不说 就说比亚迪的海豚和海鸥 都远远的超过飞度的销量 那么另外的还有五菱的冰果 五菱的云朵 长安的等等等等 他们的这些小行车销量 都非常不错 都远远的超过飞度的销量 第八名HRV 8月份销量4137辆 第九名奥德赛 也是曾经MPV领域的一个强者 8月份销量3525辆 最后我的问题仍然是 谁还在买本田 你们选择本田的原因又是哪一些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来交流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